宗教的博爱跨越了国界与时代 许多外籍宗教神职人员 凭借着一股对宗教的热情与爱无国界的坚持 不远千里来到台湾 深入社会各阶层 默默地给予弱势族群关怀与协助 不求回报地帮助受苦难的人 这正是宗教的博爱精神 为了肯定及表彰 长期在我国默默奉献心力 投注公益慈善及社会教化等服务的 外籍宗教神职人员 内政部于今年举办 104年基优外籍宗教人士表扬大会 感谢外籍宗教人士 长期对台湾的无私付出 借以唤起社会感恩媳妇之情 并鼓励宗教团体 持续参与社会教化事业 我们知道在台湾现在大概有 2300位的外籍的神职人员 他们在台湾除了宣教以外 都做很多的公益 对台湾有相当大的贡献 内政部举办这样的一个表扬活动 除了感谢他们以外 也是希望能够大家见贤施情 这次接受内政部表扬的 35位外籍宗教人士 分别来自全球不同的国家 平均每个人服务台湾的时间 长达35年 将一生最宝贵的青春岁月 都奉献在这里 他们已将台湾视为第二个故乡 有很多的神父或者是修女 他们还关心肉质的这个 就是肉质的这个青少年的发展 你想想看他们外国人都想到 这些可能这个不容易在社会上生存的 这样的一个比较肉质的人 他们安养的问题 有时候我都会觉得 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比他们爱台湾 我想这是让我们可以来审视的一个地方 这些远从异地来到台湾的外籍神职人员 不仅入境随俗学习中文 更因为服务地区的不同 而勤学闽南语 原住民族语或客语等不同语言 不畏艰辛地融入当地环境 将每一位居民视同自己的家人 尽心尽力 无怨无悔地照顾他们 刚刚开始我照顾这些长男孩子的时候 就是我们那边的地方 在附近没有那个病一罐 有一个孩子已经故事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找不到他的家里的人 所以我们也不能马上送到家一室 所以在那边我变着他 一个晚上在喷嚷那边 在冬的时钟 那个时钟我在中午起来 在中午不过一个不中心 就是帮助成长人 卡丝无问题 所以那个时钟要跟人照顾跟帮助 在长达几十年的服务过程中 满永轩修女感谢地说 其实是孩子们教会了他 什么是忍耐 什么是了解 什么是真正的爱 这些离乡背景 远渡重阳的神职人员 用爱灌溉台湾这片土地 很多时候 他们甚至更爱惜 我们身处的这个宝岛 我当学部的时候 是因为有一个以前的一个传道士 雷明园 他给我们一个生活的三角 有种专心神爱人传喜乐 因为我们的生活是一个美丽的生活 我感觉我就是一份的是这个家庭 内政部目前正在推动 好人好神运动 希望宗教团体与社会大众 秉持社会责任 及以自身能力 做出对等的社会贡献 希望透过这次表扬活动 引发回响 让人们彼此能多一些关怀与疼惜 让台湾社会更祥和更美好 透过我们这些宗教的团体 给他们爱 给他们温暖 那我想让我们这个社会 可以更祥和 更充满的快乐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